你知道全球這麼嚴重的一個狀況下 這裡真的控制的超安全超好的耶 神聖不悔不馬虎 我...我實在是很慶幸你是中國的 大家好我是台灣表妹 我身為一個台灣人我真的不得不說 大陸現在好多城市都不太厲害 而且都超漂亮的 這都不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覺得最了不起的是 哈囉大家好我是台灣痴妹 我身為一個台灣人啊 我不得不跟你說啊 中國現在有好多城市的薪水 中位數都落在五千到六千塊人民幣啊 但是台灣薪水的中位數 始終只有九千六百五十塊人民幣 我們偉大的祖國就跟這片夜景一樣 未來超越台灣是勢在必行啊 這不是最了不起的地方 我覺得最了不起的是 現在就是 你知道全球這麼嚴重的一個狀況下 這裡真的控制的超安全超好的耶 你們看一下 我覺得最了不起的就是 現在全球那麼嚴重的一個情況下 我們中國只花了一年多的時間 就讓我們中國大部分的城市 恢復正常生活囉 但是我的家鄉 中華人民共和國 台灣省啊 跟我們上個月廣州封城 還有這個月的雲南封城啊 有得比啦 我不得不跟你們說啊 我覺得中國最有特色的地方是什麼 是去年在中國武漢 我們用垃圾車運漏 去運給當地這個封城的百姓去使用 而今年啊 我們中國的東冠 更是創造了我們全國的創意先驅啊 我們用運租車去載小粉紅去做核酸檢測 哇 這就是我覺得我們祖國最厲害的地方 因為全世界的民主國家都不敢這麼做 更何況沒有這樣做 現在台灣的執政黨就已經被罵那麼慘了 更何況這樣做 嗯 哦 還好我們不是民主國家啊 但是啊各位 你知道為什麼我會覺得中國那麼好嗎 不只是我身在中國這個國家 我踏在中國這個領土上哦 沒有我要跟你說 因為在台灣或是在任何的西方民主國家啊 你打開新聞上當地的社交媒體啊 一定都會看到當地的負面新聞 抨擊自己國家 抨擊自己政黨的新聞啊 這種新聞多到不在話下 但是在我們偉大的祖國 我們偉大的中國啊 我們是看不到有關中國 尤其是共產黨的任何負面新聞的啊 除非啊 我翻牆 掛VPN 去推特 去Youtube 去看大紀元 我才可以看到 所以以此證明啊 那些都是抹黑境外勢力造謠啊 證明了 批評我偉大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不行的 但是可以批評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台灣省 這是允許的哦 你幹哦 現在超多人都可以聚集在一起 而且好多人都不戴口罩 你就知道這裡空間有多好 你們看一下 現在好多人可以上街 群聚 還不戴口罩 台灣做得到嗎 台灣做得到嗎 我爸爸媽媽 他們現在在台灣 他們現在是連家門都不敢踏出去的哦 所以他們現在是超級羨慕我 就是我可以在這裡很自由的走動 我爸爸媽媽現在就在台灣 他們連門都不敢出耶 畢竟我爸爸媽媽享受過去年的過年 去年的清明 去年的228 去年的端午節 去年的這個寒暑假 去年的中秋節 去年的聖誕節 他們通通可以上街正常的做他們的活動 畢竟他們已經享受過去年正常的生活了 而我們偉大祖國去年在水生活了 所以現在是台灣省的報應 就覺得全世界是只有站在這裡 站在中國這裡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安心 非常非常高興 而且啊 我要偷偷的告訴你們哦 去年在中國最嚴重的時候 我人在台灣哦 因為台灣從去年到今年5月中開始 都是正常的哦 所以啊 我去年在台灣 但是我在台灣啊 我不會說台灣好 台灣棒 我通通閉口不談 No No Don't say anything No 但是啊 我現在要趁台灣失敗的時候 趕快跑到中國去 去中國的任何B站 抖音啊 還有這個西瓜視頻說 台灣差 台灣爛 中國呱呱叫 祖國最棒了 台灣最爛最爛了 因為我要跟各位說 沒有辦法 因為在台灣去年跟今年5月以前 那麼正常的生活啊 我沒有辦法在中國去年最嚴重的時候 把台灣這些正常的一面啊 上傳到中國的任何影音平台上啊 就是不允許的 因為台灣是屬於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部分 所以不允許讚美台灣 我真的覺得 全世界是只有 站在這裡 站在中國這裡 我真的覺得非常非常安心 非常非常放心 而且啊各位 你們知道中國最厲害的地方 跟台灣最差的地方是什麼嗎 台灣啊 用了一個月的時間 就讓台灣變成去年的中國 而我們中國啊 用了一年多的時間 讓我們回到5月以前的台灣水準啦 這麼好看的葉子 然後用這麼安全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就是 此生不悔不滑翔 所以我想問問 台灣產的同胞 你們這次恢復到我們偉大中國的水平 要多久呢 有沒有考慮規劃成我國 中華人民共和國籍的國民呢 這麼好看的業績 然後又這麼安全的一個地方 我覺得就是 中國有那麼好看的業績 那麼高的薪水 那麼低的房價 還有三胎政策 還有非洲留學生 還會送你女學辦 那麼安全的地方 治安良好 五步一哨 十步一港 到處都是監視器 大家還不趕快來當中共人 好好的領取我們那本 紅色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護照 記住 不是綠色那本中華民國的那個 爛護照喔 一定要拿我們紅色的護照喔 那本護照可以帶你去 非洲多國免簽 一定要去喔 中國有那麼好的夜景 那麼美滿的生活 我 我實在是 很慶幸你是中國人啦